第一選戰動鼠 陳時中加緊腳步敗票 但掃市場又被嗆 到市場敗票 陳時中又被民眾嗆爆 而根據最新民調 蔣萬恩的支持度 29.67% 位居第一 陳時中22.13% 黃珊珊17.42%掉車尾 黃珊珊民調下跌 蔣萬恩足足領先 陳時中6個百分點 絕對不可能氣黃保陳 氣豪保獎還有一點點可能 蔣萬恩算是有意義的領先 不過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陳時中再怎樣 大家再不滿他 仇恨值再高 他還是有一定的基本的得票率 他起碼就32到35 他有這些票數 陳時中說自己有抗中保台的DNA 各界砲轟 你選首都市長 難道已經走投無路 倒只能狂賣抗中牌和芒果乾 剩下一張牌 抗中保台的牌來打 那也不意外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嘛 你就是告訴大家你就不保 陳時中的仇恨值 他沒有做好自己應該盡的責任 民進黨現在還想操弄 所謂的抗中保牌 最基本的保護台灣 一萬多人確診死亡 台灣防疫徹底不及格 陳時中難時其救 選振動數一個月 選情瞬息萬變 還不知最後什麼牌 才是決勝關鍵 藉由零零沛傑 H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 然後呢 怎麼辦呢 alright asia就說出來